三州意外多走两条人命 国防部即便公布调查报告 外界还是充满疑问 事后检讨称海相不良 但明明已经测得风速增强 为什么不干脆停止延续 可能在前一时刻测得的风速风浪 跟实际发生 你说意外的状况的时候的风速风浪 其实是不太一样 那这个时间点有没有落差 那如果有落差的话 能不能及时的用所谓无线电影呼叫说 譬如说暂停停止这个科目 周明健他报气象很差 那8点实际上是他们7点47分 小艇已经下水在做编队动作 那8点钟开始是他们准备要抢滩登陆 做这个登陆的动作 那8点48分 涌浪才突然变大 那时候小艇是反复的时间 强调图机艇都已经进入水中 都怪浪来得太急太快 至于为什么三名官兵入水后昏迷 在救生衣正常运作的情况下 有两名是近半小时后才被岸上人员救起 而非现场借户艇就近深渊 海上的救病他当然是第一时间 他当然要看他要去找 找到看到有人在那边了 有人呼叫了他甚至把他拉起来 这个是整个程序是这样子 自救救人是平时就应该要有的基本训练 即便国防部表示酿成意外的演训项目 事前已经经过105个小时训练 但是训练所得成效究竟到不到位 训练基本的训练都会是在一个我们一个安排 可控制一个环境下面 比如说可能是在游泳池里面做这样的训练 那当然这个跟实际的外面的外海的状况 是完全不一样的 都说演习如作战 军方一次演训付出这般惨痛代价 军方基层国防部将官乃至于府院最高层 是否都体悟到兵凶行险 海军发生意外的原因 又何止海象不佳而已 华民新闻张家宝黄运城台北报道